这个金发亮妹的衣服被可乐打湿 完美身材若隐若现 就在刚才 他的车泡毛了 没办法 只好站在马路边换衣服 突然一个男人出现 玛丽吓了一跳 急忙躲在车后方将衣服穿好 男人叫阿伟 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 只见他脱去上衣 露出八块完美腹肌 玛丽看得口干舌燥思绪横飞 阿伟是一名老司机 很快就将车修好 作为暴打 玛丽打算再对方一程 两人听着音乐一路有说有笑 可就在这时 阿伟突然露出真实面目 他提出想要和玛丽去汽车旅馆 深入了解一下 玛丽一听怎么也得矜持一下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女孩 说着便要赶对方下车 阿伟却不慌不忙掏出一把小刀 威胁玛丽让他把车开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顺便和大家随便一下 玛丽屈服于对方隐威 只好照做 路上 他注意到阿伟没有系安全带 于是牺牲一技 打算在转弯的时候将他甩出去 没想到被阿伟识破 争夺方向盘的过程中 车辆失控 两人冲下悬崖 等他醒来的时候 车子已经翻了个底朝天 阿伟被甩出车外不知死活 他急忙打开安全带 突然腿上袭来一阵剧痛 小腿被座椅丝丝卡住 无论怎样挣扎都出不来 没办法 他只好简单处理一下身上伤口 然后开始寻找一切可利用的工具 就在这时 阿伟醒了 完蛋 他急忙收起旁边的小刀 阿伟看着玛丽心灾乐祸 说我很丑吗 那我走 不回地离开了 留下玛丽独自一人被困车里 他喊破喉咙都没人回应 毕竟这里荒山野岭 别说人了 鬼都没有 就这么恍恍惚惚惚度过一夜 第二天早上 玛丽身上爬满了蚂蚁 很快车里紧剩的食物和水也消耗殆尽 绝望之际 他听到了手机震动声 寻着声音 他找到埋在土里的手机 可就在这时 阿伟又回来了 他直接将手机抢走 这回彻底完了 从这以后 阿伟每天都会来看望他 在他面前吃吃喝喝 一点一点摧毁他的内心防线 玛丽知道只有眼前这个男人能救他 没办法 只好答应满足对方一次 以此换取救自己出去 别问我什么姿势 我也不知道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阿伟这个混蛋事后不当人 扔给他一把破锯子就离开了 从此再也没了人影 简直太扎 玛丽拿着锯子开始锯座椅 可是锯着锯片竟然掉了 质量太差 肯定不是埋在英差呢 他又拿起锯片对准小腿 内心挣扎片刻 终究还是下不了狠心 深夜 一群老鼠爬进车里 玛丽吓坏了 拿起小刀一顿猛叉 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看着新鲜的熟肉 我就不多说了 失误问题暂时解决 水源成了麻烦事 无计可施之下 他只好将瓶子塞进裤子里 看着黄灿灿的尿液 玛丽扎扎扎嘴 刚喝第一口 立马就被呛到 显然最近有些上火 但是怎么说总比没有强 就在这时 天空电闪雷鸣 开始下起了雨 我去 都喝完了你才下 顾不了那么多了 瓶子也懒得刷 接了满满一瓶水 蹲蹲蹲往下灌 可惜好景不长 雨越下越大 雨水逐渐漫进车里 照这个速度 过不了多久 玛丽就会被淹没 为了活命 他绑住小腿拿出锯片 一咬牙直接锯了下去 他疼得大声哀嚎 可是手依旧不停的挥动 但令他再次就想不到的是 这回腿也白锯了 雨水将车子冲进河里 卡住腿的那扇门被撞开 玛丽顺利脱困 他用尽最后一次力气爬上岸 看着刚刚被锯的伤口 玛丽内心一万头草泥马掠过 他找了根树枝勉强当作拐杖 走了没多久 看到一栋别墅 心想终于得救了 于是加快脚步 随着逐渐靠近 里面居然传来女孩的呼救声 救还是不救呢 正当犹豫的时候 女孩的残叫声越来越大 玛丽于心不忍 拖着拐杖一瘸一拐走了过去 突然 还好那根树枝救下了他 玛丽旁观一扫 四周布满了普寿家 他小心翼翼绕过陷阱 透过窗户发现 一个女人被五花大宝扔在床上 另一头阿伟正在虐待一个男人 原来这个男人是个警察 阿伟举起打钉机 玛丽吓坏了 鸡毛捂住嘴 趁着阿伟上楼cosplay的功夫 玛丽悄悄溜进屋内 里面居然还有两具尸体 他偷偷拿走警察的手枪 来到女孩的房间里 救下了被困的女孩 就在这时 阿伟走了进来 他急忙躲到门后 趁着对方准备享受幸福时光的时候 玛丽突然出现 阿伟也试图不要命了 两人扭打起来 另一边的女孩也突然出现缠住阿伟 玛丽使出女人必杀技 先是咬 再是抓 可毕竟男女力量悬殊 这两招杀伤力明显不够大 结果被对方放倒 危急关头 玛丽终于使出大招 踢当 随后附带连招 掐 这一套操作堪称教科书级别 阿伟瞬间被制服 他急忙逃到楼上躲了起来 趁着对方不注意 玛丽不将武德悄悄从背后搞偷袭 直接将他推了下去 此刻阿伟一条腿被捕捉家夹住 玛丽并没有干掉他 而是扔给对方一把刀 哎 就是玩 随后带着女孩潇洒离去 影片到此结束